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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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來到膠視辯場 plasticphoto.hk 上一集就講了 A6000系列 XXX 的拍照的分別 但今集 就要繼續下去說真的拍片 那麼多代理來說 其實真的切牙膏 是逐代逐代有些改變的 我們就知道牙膏這樣說了 首先講了A6000 雖然都用了三年 但當年都是正常試用出片 也是在網片 720也舊 那個年代很久了 HD 轉到720 很多人覺得不夠4K 但當時很多電腦都未必自動到4K 接著去到630 就有4K 還有S-Log 沒有HLG 6300已經有S-Log 但是當然 我不知道 我是少用的 因為你再加上 所以如果行4K S-Log的話 就需要很大的電腦 很可能的 通常我們是趕時間 就這樣用的 還有通常如果你真的拍S-Log 即使用不到後期 心機那麼多 其實都未必會用這些機 是啊 要認真些 用一些貴一些 漂亮一些的機 因為最重要是Sony 其實那個bit rate 什麼bit rate 即是那個data 是比較小的 片的data 是比較小的 相對的 我們用回視頻的概念 就是JPEG很低 JPEG很低 譬如漸變色 不漂亮的 即是覺得 硬是差一點的 即使你是拍S-Log的話 其實做後期的 可以做的範圍 都不算太多 反過來可以說 它給S-Log來 等你多了 類似的 因為你拍S-Log一點 對 因為我們用Sony 大家都知道 要記住 盡量 平常曝光 正常的色溫 那影片就足夠了 即是不需要特別去加 任何東西去剪 當然 去到國際級 即如果你上去電視那些 你就用另一種機器去處理延遲 所以 S-Log 有些人有用 但大部份我認識的人 都沒什麼用 因為會買這些便宜的機器 哪會有這麼大陣仗 以後才可以繼續 你有沒有買過外置錄影機 來錄一部6300 有的 但是有的 即是好像你這樣 你擺一部機器 可能用到五年 但一部 即是錄影機 我講 錄影機可以用到五年 也是的 EtemOS 5 都可以用了很久 到現在都 給錢上升就行了 你的相機 不會用五年 你會覺得舊的 所以應該外錄的人 都很多 作為6300 就是第一部 即是4K的Sonic APS-C機 但是 即是由6300之後 其實 全部的下一代機 都已經可以用到4K了 然後你很多人以為 然後出一部6500 以為是後計機 其實是另一個層級 再高層次 再高層次 這一部 用內置錄影機的原因 大一點 是吧 它再加上HLG 直接用到更好 其實就方便很多 即是那些Sony手機 直接看到 直接看到 或者Sony電視 可以直接看到 那HLG iPhone也可以的 對 但我們 處理的問題 複雜很多 所以按鍵 我們就會 沒有太理會 但現在發現 電腦功能強了 推翻後 用 真是不錯 但其實HLG 在我們剪接角度來說 真的有一些麻煩 原因是 究竟你的螢幕 是否一隻HDR的螢幕 那倒是 是啊 其實剪那一刻 你是看不到的 甚至乎 好像我們剛剛 伸出iPhone X的時候 由10跳11跳12之間 那都是 你拍的時候 可不可以直接拍HDR 那你拍完之後 但是傳給朋友 你的螢幕是沒有HDR的 是啊 那變化很怪的 立刻畫面 然後又不共通 那變了 好像有很多YouTuber 就直接拍攝 嗯 然後事後慢慢慢慢 到YouTube support 之後才行HDR 那所以其實 就是有 和你合不合用 和你事後 是否可以做Grading 那這也是一個很大的原因 那為什麼650不是高級呢 因為它多很多C123那些 那些按鍵 全部轉換方便了 像我用A7那些按鍵 那可能當年就是Bcam 那些人覺得是 就是2016年的10月左右 那其實從那一刻 開始 那就是大家都 開始相信 APS-C拍機都有專業機 那就是由6500開始了 你以為 哈哈哈哈 那些專業說不夠專業的 那樣子 是的 但是我們在說 拍片的世界 那其實呢 在這個位置 就一定要說 新的那三代的後計機 就是6.1 6.4和6.6 因為呢 其實本身之前 上一代的三部機 很多拍片的問題 都是真的在這一代才解決的 是的 那重點就是那個 Overheat 是的 還有這個 錄影過不過三十分鐘 這個 是的 Colin你有說過 其實你 它還沒出upgrade機之前 你拍的時候 你感覺不到它的熱 感覺不到它的熱 但是它說Overheat 然後關機 關機 然後再開一分鐘 然後又關機 因為在太陽底下 可能某些位置很敏感 真的很辛苦 是 那時候覺得很奇怪 然後就 當年就逼你用一些 再專業一點的機 甚至乎 那不是叫專業 加用機的那些 HANDY CAM 那些可以上場很多的 那些畫面就更差 那就是 所以用了三年時間 就擠這個牙膏 是的 就令到它可以出效計機的 6.1 6.4和6.6 就令到你可以 解決了所謂的Overheat的問題 很棒的 是的 整部機是勒手的 它還在工作 是的 真的很愛它 還有同一時間 就是可以超過了29分99秒 是的 29分59秒 好像是50秒 那些機器是50秒 不明白 50秒的時間 其實是說 是一個 對於那部機身 是不是變成一個 Videocam的拉伸問題 是的 也是一些關稅的問題 已經脫離了這件事 可能會很便宜 是的 現在已經沒有了它 不是 它是加價加進去 原來是這樣 那不要覺得 也挺便宜 部6.1 是的 但是到現在 我們這次的影片正式講 就是說 在這個綠機的海 綠機海 對 那怎樣去選擇呢 有很多人 再問多一句 就是 其實很直接的 我用錢去解決就可以了 是的 但其實當中有很多細節 是的 那因為譬如說 就是Sony 是說將兩個年代的機器 同一時間買 那就是 其實三個電腦 兩個年代 是的 那就是說 我鬼不想買 最貴的 但是譬如說 我的預算是 5000元左右 那正正有一個 很大的問題就是 不如6100是新機 6300是上一代 三年前的機器 高級機 高級一點 但是那個價錢 又差很少 那 那怎樣選擇呢 如果現在這一刻 你會選哪一部 我買了Sony 還有膠舌 當然有新賣新 是的 所以我會推薦 5000多元的話 會買6100為主 是的 因為最低的 6100和6000系列 就是膠機身為主 還有沒有放水 再上中級和高級的四部 就是 金屬機身 還有防水 還有S-Log 還有HRG 還有高級的 這些是很大的分別 但是對我的普通人來說 下雨 你有沒有想 有沒有收回一部機 你的鏡子 防不防水 有沒有專家買一支防水鏡 這些東西 考慮了因素 其實買一部最輕的 買一部便宜的 膠機 其實很好 雖然它說是膠機 但是不會輕 不會輕很多 雙差龍 只有10克 10多克 但是當你是一部 新一代的機器 它對焦方面 又清醒了 這就是最直接的一件事 就是 我們買這些計 買科技 那你對焦就是最影響 你拍不拍的照片 拍照片 是 相對來說 所以6300這個 就已經可以叫做 cross了 可以說不會選擇 選擇 有很多人都是當Bcam 但是你又沒有60分鐘 你只是有S-Log 好像很高級 很專業 性在便宜 金屬機身 可能有人質感 好 又去到另一個尷尬的位置 那6400和6500 就是說 舊一代的高級機 以及今時今日的中級機 價錢又是差不多 那你又會怎樣選擇 它的分野更加少 不是 也有的 很大的分野就是6500 Overhead的問題 好像還沒解決到 還沒幫你解決 那你Overhead的問題 就是6400絕對沒有問題 那是沒有HLG 那其他東西 分別都不大 都沒有耳機 對 但是呢 在6400和6500之間 最大的分別就是 防震 防震 糟了 我完全不覺得這個發生 有需要發生 是 你的概念是什麼 我會覺得 如果用了這部機 拍手機 的話 其實加Gambo 會比較好 另一個看法就是 我第一次接觸防震 就是A7203 A7203 A7203 開始有防震 然後就用舊鏡 沒有防震的鏡 當然不是Pen鏡 不是追的那些 我站定去轉Pen 其實已經舒服了很多 所以是有少少影響 但是我覺得 我覺得 我選擇Overheat 不會有Overheat的鏡 多於有防震 所以都是 在6400和6500之間 你都會選擇 6400 最重要的新科技 很重要的 還有美金屬機身 說完便宜一點 那幾部的分野之後 就去到終極了 好有錢 6600 它最大的地人是A7203 對 所以這個問題就是 我就會覺得 既然我都去到整皮 買到6600的機身 那 我不如買A7C 就是又有一個正常反螢幕 就是又有一個反螢幕 我本身想跟你對抗 我又打算轉軟一點 我想一下 還有什麼呢 4K雙螢幕 如果再加上螢幕去外錄的話 不敢走4K的時候 兩邊都有螢幕 A7C就好像沒有 就剪掉了 對 那你玩4K的時候 身體的螢幕就沒有了 對 那你又要再多花一個螢幕 給自己 對 但是當你做一部Vlogging機的時候 你就未必會 對 對 對 但是那個大電 沒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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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C4 1,2,3,4 對 就是6,6,0,0 反而多了一個A7C A7C是讓自己去最低級的按鈕 按鈕 外置按鈕 對 但是其實另外一個問題 我們經常都會 很高的畫面 簡單來說 容易拍到東西 對 雖然 機身 來計 A7C 是便宜了 是 但是問題是你要附帶 就是說你買的機器 全部都買回Full Rim鏡子 鏡子 然後就很多負擔 全部都慢慢變大 變大了 即使有Sony的好朋友 有騰龍鏡頭也好 但是 我們經常都會說 騰龍鏡頭 性價比很高 拍照是一定的 一定可以 一定是夠Sharp 在那個價錢裡面 性價比超高 但是當他去到拍片的時候 就要記得 就是說 他追焦也有問題 對 追焦能力就一定 是 你要拍片要很順 全部的Focus 的Transition 你可以順利一部機 來轉 其實這些東西 就真的要去到原裝鏡 或者Sigma 也好過騰龍少少的 是 所以為什麼就是說 譬如說 我自己 即使用一部A73也好 拍片的時候 我會寧願 把一支18-135的APS-C鏡 因為當你是一支原生的 原裝鏡的話 尤其是拍片 突然間的防震 Focus 的Transition 因為你是原裝鏡 是會解決多了很多問題 但這個重點就是 我們經常說 為什麼有新買新 因為Sony很嚴重的一個問題就是 不是問題的 他給你新機的話 你的Focus 令到舊鏡 可以聰明 好很多 令到 其實 變了一些人 一直保持舊鏡 用買新機 特別是說究竟 是說Sony的原裝鏡 是 因為其實 尤其是你拍片的時候 對焦的過度 或者是可能光暗之間的改變 其實機身是幫助 修補了很多問題 是 因為你譬如說 本身你用Wine Angle拍照 拍照的時候 變窄型 第一按拍片模式 第一它是Crop 第二就是 它立即將它變成一個 JPG 防變形的模式 對呀 你想留意我經常按的時候 給你看過 不然是一條捲線 因為Roll機器 拉直線 所以這些情況之下 可能剛才受選所說 如果你是 真的很想上Full Frame 因為660很貴 買了A7C也好 不要忘記 其實Sony的E-mount System 是很偉大的 是可以Full Frame 機 插APS-C 對呀 因為去到你的 影片要求 其實沒有影響那麼高 對 就算2400萬用 都不需要 所以其實是 很容易 就得到好的效果 拍影片 對呀 所以其實今集 一個很快的總結 譬如 如果你是說 最入門的機器的話 你拍影片的話 對呀 就6100 但是 如果你是說中級機 裡面來說 都不用想 一定是6400萬 因為說6400和6500 現在的價錢 已經很相對近的話 我們 是不是真的要高 上一代的工頂 其實就不好意思 因為這個 用6400 選擇的對象 應該都是 拍片 兩者都是 一半一半的要求 對呀 如果你需要 防震度高一點的話 其實機身防震 給到你的 速度 其實是很少的 我寧願你花多少錢 來買一個輕身的 Gimbo 因為其實本身 就是6 Series 是很小的機 你買Gimbo 買一些很油門的 Gimbo 都可以處理到這部機 另外最後 如果你工頂的話 想去6600的話 其實 自從有A7C之後 你就真的可以去考慮 Full Frame 原因是 你即使是Full Frame 都好 你可以用APS-C鏡 是啊 你不一定要 吃光 Full Frame 機的鏡頭 但是其實 如果你在說 拍照要高速的話 都不是選擇 你一系列機 直接上R 但是另外我想說 其實就是 如果真的新手的話 想去買 試試Sony 或者試什麼不同牌子 其實Sony 你如果買到A6000的話 二手其實現在是很便宜 兩千元一部 很重要 你又足夠你拍視頻 如果你的新手 未必會無緣無故剪4K 是啊 你可能要感受一下 剪片的過程 感受一下 容易輕便 帶出街 有些APS-C 應該又足夠 很容易 有很多選擇 戴光圈的鏡頭 這樣輕便去拍照 不是有負擔的話 錢也不是有負擔 產量也不是有負擔 你可以吊在胸口 撞來撞去 你也不會覺得 肉赤的 這麼少的錢 去衝去感受攝影的話 我很建議買二手的A6000 是啊 因為太便宜入手了 不過我始終都是不放心的 那種人 機身拍完所有的東西 可以插手機 看 playback 對這個來說很重要 是啊 這部所有的錄影都是沒有的 除了6600 是啊 有個手機之外 或者A7C 是啊 所以就是說 如果你拍片 又 你 說話內容很重要 對 或者你突然間 都很怕收音 出現一些問題 又要再拍過 那你也要立刻插一插 來聽 因為其實你 靠機身來做 playback的話 對 那個心電筒跳下去跳下去 是沒有意思的 沒有意思的 還有你就算在機身上聽的話 你不知道那條聲音 比較難分你 是收咪咪出 還是收現場的聲音 因為都是傻傻聲的 是啊 沒錯 因為本身機身的喇叭是很差的 所以就看一下 你對聲音的要求有多高 是啊 我是高的 所以我覺得很辛苦的 真的沒有什麼要求到 所以反過來 現在我是要求低的 不管 對 總之旁邊沒有人在那裡搭東西 其實都可以 上次不是在海邊拍攝的 對 有個小朋友在那裡喊 我覺得沒有問題 我聽到他說話 然後Joey說不行 不行 然後已經不行了 所以其實 你要再回應是很重要的 對 現場那一刻以為可以 但到真的回去弄一手 才發現是真的不行的 因為 影片剪輯的時候 聲音真的很難搞 對 所以我們的結論就是 如果聲音很需要的話 就高級機 A7C 好